我其實真的覺得我自己的球學階段是沒什麼好特別的 甚至乎是現在說的宅男 喜歡在家看電視、看漫畫、打機 我想最初下區的時候 的確有很多的街坊說有時跟你說幾句或者說幾句笑 就會見到你臉紅或者耳朵都紅了 覺得很過癮 我自己的確在性格上是比較慢熱一些 而且不是那麼喜歡去應酬的 但是自己做了一段時間都要想 究竟你要在這個事業上去做好你的工作 要容易些群眾去溝通的時候 都要走出一步 到現在來說就叫做解輕就索 在街頭他無論去派傳單 和市民去溝通 他打開話題這些 都是比較輕鬆的 而且我是喜歡走入群眾裡面 因為在群眾裡面是有很多的經驗 或者很多對香港問題的看法 甚至乎是可以在他們裡面 找到答案的 我自己很喜歡有幾本漫畫的 例如《蘭涅達津》 我喜歡《三井》 例如《聖逗士星矢》 我喜歡《一輝》 《龍珠》 我喜歡《彼達》 他們都是很努力 或者在很需要他們的時候 會出現為團隊的付出 往往的好運都未必在他們身上 但他們都是沒有放棄的 我自己覺得這種精神 我自己是欣賞的 現在市民對政治人物的信任 可能因為立法會裡面 一些衝擊的畫面 是感覺到有點失望的 但相反對區議員的依賴 或者信任 其實是越來越高的 我就希望可以在地區上面 建立一個信任 是幫香港重建一個信心 但我們應該是摘性固執 如果一件事是對市民好的時候 我想我也是願意 是可以花多點時間 去跟非建制的朋友 一起為事件找共識 和找解決的方法 我們會看到 在地區做法 我們會見一看 我們會見到 油門訪問